LED的部分我們最後再介紹一個就是聲控的 其實你會發現雖然我們知道LED燈 可是有沒有把很多感應器就把它帶進來了 對不對 那這個LED燈呢 您只要知道那個積木在哪裡就好 因為就會用了 我們的積木是在這邊 在語音聲控裡面 一樣是在進階功能 在進階功能 那這個部分您可以選擇 就是透過電腦的麥克風 或是手機的都可以 不過如果您是用手機的 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手機的部分 手機的部分在這裡 就是它會有一個叫做行動裝置 即時辨識這裡 我們如果用電腦的麥克風 它是一直在做辨識 但是行動裝置基本上是 辨識一句之後它就會停止 辨識一句就會停止 所以如果你是要在行動裝置上 你要go off 它不會一直在那邊做辨識 好一直做辨識 這個是要稍微留意一下的 我們先找一下 我積木 我就直接先打開給各位看 好就先偷懶一下 好你看進來了 一樣在這邊 找進階功能 有沒有一個語音聲控 其實電腦過來 你也可以叫到朗讀給你聽 可是前提是要有喇叭 基本上手機有喇叭 所以如果電腦沒喇叭也沒關係 所以你看語音聲控這邊 有沒有就有這個 這個積木就跑出來了 對不對 那您就可以選擇 我今天如果這個積木 你看我在這邊 我就告訴它這裡 如果它偵測到我講出來的話 有開燈 就把LED怎麼樣 是不是打開 然後呢 我右手邊搭配什麼 我的右手邊搭配這個文字就好了 就把辨識內容就顯示在這邊 開燈 這樣您了解意思齁 所以我來這邊把這個 弄進來 那一樣我的腳位現在是 10 10 OK 所以我就來這邊按下Play 有沒有 第一次執行的時候它會允許 因為我在電腦端嘛 所以它會允許 其實老師您在那個手機端也會有這個 我記得好像也會有 也會有齁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把它按允許 開燈 各位要看這邊 因為這邊燈真的有亮 有沒有 所以 把它放進來 放下來一點 這樣就看到了 OK 關燈 閃爍 這樣有比較好玩吧 對不對 關燈 這樣就可以順便把語音加進來 不過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這個部分只支援Chrome喔 所以如果老師您的手機 比如說您用iPhone 可是用Suffery的瀏覽器 這樣就是您講您的 它做它的喔 哈哈 因為這個其實是搭配什麼 我們那個Google Chrome的 Google的那個服務 所以你那個不一樣的 蘋果的Suffery它就不管用嘛 不然你就叫西魚去做吧 哈哈哈哈 這樣沒問題齁 所以我們LED燈就暫時先玩到這邊喔 其實這個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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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